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大家都不去討論 蔣校園先生為什麼到現在 沒有幫蔣王安站台 為什麼每天討論宋主席 大家還是說這個 市長跟宋主席的互動互斷 你怎麼還在希望宋主席來站台 我覺得大家每天都 我剛剛昨天講的 大家都是有智慧的政治人物 不需要每天去做這樣的 好猜測跟聯想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大家都不去討論 蔣校園先生為什麼到現在 沒有幫蔣王安站台 為什麼每天討論宋主席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 故意在炒作 故意要製造問題 那同樣的問題 同樣的標準 大家為什麼不去討論別的候選人 選舉還是本人在選 本人在選舉 不管誰出來站台 我們都是盡力去支持 但是不用每天拿出來炒作 誰有來誰沒來 那還有很多人 沒有出來站台的人 是不是也要再討論 不需要這樣子 因為昨天去這個市府甚至 現在藍綠還是在提醒就是說 你們是不是晉升北市 台北市政府的 府前的申請典禮 是所有的市民都可以參加 我已經參加將近24年了 所以我不知道 沒有在批評的議員 他是連參加都沒參加過 每天喊抗中保台的人 他為什麼連國慶的申請典禮 都不來參加